长江日报大武汉客户端12月30日讯 记者史强多位市民反映 武汉汉口江滩的一处雕塑已由一孩变三孩 12月29日下午 长江日报记者现场看到 却有一处看起来比较新的雕塑 为两个大人与三个孩子 这件雕塑位于汉口江滩公园露天剧场附近的江边 记者看到雕塑背景造型是一个圆环 圆环前面有五个人 其中两个成年人三个小孩 雕塑的场景看起来像是一家五口 父母带着孩子出来玩耍 最右边的孩子还带着一个滑板车 一位在附近摆摊的市民介绍 这个雕塑原来是一家三口已存在数年 此前是一对父母牵着一个孩子在玩耍 大概在一周前一家三口变成了一家五口 长江日报记者此前拍摄过一家三口的雕塑 对比2020年6月拍摄的照片 记者发现从一家三口到一家五口 最大的区别在于增加了两个小孩 雕塑家 国家一级美术师郭雪是这件雕塑的作者 12月30日 郭雪告诉记者 一家三口的雕塑名为 美好未来是一件情景雕塑 创作于2017年 他介绍 设计的初衷是希望以一个家庭 来反映生活的美好 造型有花好育圆的寓意 郭雪面对江滩管理部门希望对美好未来雕塑升级的想法 经过多方考虑 特别是从视觉效果考虑 后在作品《女性人物》所册增加了两个孩子的形象 他解释 雕塑创意源于武汉江滩标志 绿色圆环之中大疆与城市共生共荣 快乐的一家正奔向未来 华中科技大学人口语政策研究所所长石仁炳教授认为 江滩雕塑一孩变三孩的出发点 是为了宣传三孩政策 在国家政策改变之后 对相关的宣传形式和内容进行调整是正常的 2021年8月20日 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 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